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在金钱方面比较小气 有一定的存款 在人的一生中我们兜兜转转 奋斗一生 都是在为美好的生活努力拼搏 宁可辛苦一阵子不要苦一辈子 成功不是凭梦想和希望 而是凭努力和实现 生命不是要超越别人 而是要超越自己 做人先创业再恋爱 有成就有存款 才是你做人的底气 巨款在手四海皆有 金钱一走什么都没有 可见钱对一个人有多重要 没有经济基础的爱情难以幸福 没有经济基础的生活也难以圆满 俗话说手中有粮心里不慌 一个人自己有了钱 关键时候就不要到处找人借钱 也能够化解很多的危机 特别是老年人 如果自己没有存款也没有退休金 一旦生病了那就真的很着急 而你孝顺还好 会想办法筹钱 如果而你不孝顺 那么就只能一直拖着病痛的身体活下去 这样的日子就是苟且偷生 记得有一次我陪表叔去中医院看病 在收费大厅遇到一对年过七旬的老夫妻 男人住着拐棍 女人扶着他 他们的脸上却看不到病痒痒的样子 我和男人叛谈了一会儿 男人患了胆结石 在医院做了手术 住院一个多月 现在已经好了 准备办出院手续 我看了他的结算单 这次住院的费用三万多 我问他住院要那么多钱 都是儿女给的吧 男人说 我自己有钱 不要儿女操心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很有底气 脸上露出了笑容 是啊 有了钱你的人生就有了 做人的底气 一个人有没有福气和有没有钱是有关联的 一个穷得接不开锅的人就是活得不悲观 但也感觉不到幸福 他吃了今天就担心明天吃什么 终究要发愁 一个有存款的人 自己想要投资创业 想要去旅游 生病了 要交费用 都不要指望别人 自己随时可以搞定 生活的幸福指数 肯定会高一些 钱不是万能的 但是没有钱 是万万不能的 活得幸福 不是一句口号 而是一种真实的生活状态 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 因为真正有福气的人 会守住自己的钱袋子 不会乱花钱 不会随便地借钱给别人 会勤俭节约 让自己有一定的存款 有一份退休金 为过上幸福 生活做好长期的打算 二 在语言方面比较小气 从来不会乱说话 拼从口入 或从口出 一个人总是和别人 吵吵闹闹 到处惹祸 那么就会过得很难受 感觉自己的生活很不安宁 一个有福气的人 不会乱说话 往往比较安静 话语不多 隔壁的三叔上个月 和邻居在一起聊天 三叔说 听说你的女儿最近离婚了 还和一个外地老板跑了 是不是真的 邻居听了这句话 很不高兴 就回答 这个女儿不听话 不说也罢 邻居不想说这个话题 可是三叔哪壶不堪 提哪壶 三叔继续追问 听说那个老板欠了一身债 你要和女儿说一声 就是要跟着老板跑 也要找一个有钱的老板 别亏待了自己 邻居听了这句话 就马上翻脸了 你什么意思 有本事让你的女儿离婚啊 去找有钱的老板啊 这句话 三叔和邻居就闹翻了 连续几天 三叔都过得很不自在 觉得自己犯错了 要和邻居道歉 但是去道歉的话又很没有面子 邻居之间低头不见抬头见 三叔是故意躲着邻居走路 前天下午 三叔提了一壶酒 到邻居家认错 这才如是重负 现实生活中 有的矛盾和误解 源于一句话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一句无心话 得罪有心人 心平气和的话 让人心生温暖 讥讽嘲笑的话 让人瞬间心寒 伤害一个人很简单 嘴巴轻轻一碰 冰冷的话一出 对方就会被伤得体无万夫 心知口快的人最傻 直来直去口无遮拦 无形之中把人得罪 简简单单的人最笨 有啥说啥毫无顾忌 一不留心让人误会 所以 做人一定要谨言顺行 一句话很轻也很重 一句话温暖也冰冷 话出口处覆水难收 伤在心中 一伤一生 人人都有不足 人人都不完美 不要轻易地指责一个人 寄人错之前先反省自己 嘲笑人之前先看看自身 言多必失 沉默是今 与人相处 谨慎为主 什么话该说 什么话别说 心里有敢秤 说钱秤一秤 受罪不惹祸 少说要多做 谎言让人失去信誉 行动为人带来信任 应可累死累活干 绝不甜言蜜语片 一句无心话得罪有心人 一句善意话让人心生温 做人谨言慎行 没有错 三思而行不惹祸 有福气的人心情是愉快的 轻松的 如果夜里睡觉都不踏实 那么再多的钱 也会觉得不幸福 心情不好往往是因为不守嘴 用语言伤害了别人 或者身边的人 一个人越安静 福报越多 活得安静的前提是 少说话 不乱说话 不惹麻烦 因此聪明的人懂得守嘴 在语言方面比较消气 什么应该说 什么不应该说 都会认真考虑 不会信口开河 避免不必要的 口舌之争 留下一份好心情 三 在感情方面比较消气 守着自己的爱人 相伴到老 少来夫妻老来伴 一个失去了伴侣的人 就是自己很有钱 也是没有福气的 如果自己生病了 也没有人来陪伴和照顾 就会感觉很孤单 也很无助 还有的人 连儿女都得罪了 和儿女断句往来了 那么就更加孤单了 逢年过节 都没有人问候一声 一个人看着别人的家庭 其乐融融 就背从心来 幸福的人 拥有幸福的家庭 从来不是一个人独居 幸福的家庭 需要感情来维系 父母和儿女的感情 夫妻之间的感情 自己和长辈之间的感情 都要珍惜 不要随便就弄丢了 尤其是夫妻之间的感情 如果弄丢了 以后也没有找到 合适的伴侣 那么就注定会完经其量 土蕊在节目 爱情保卫战中说 爱情永远是小邪而自私的 女人如此 男人亦是如此 虽然男人平时给人的感觉 是不在意细节 粗之大业的 为人也让人觉得 豪爽大气 但是当一个男人真正地 爱上一个女人时 大气的他也会反常 在爱情方面很自私 还常常吃醋 拒绝任何人干扰 自己的幸福爱情 男人自己也不会去找婚外的爱情 尽量地减少各种应酬 回家吃饭 出门在外也会报告自己的行踪 也会盯着爱人的行踪 牵挂着爱人 有夫妻的人对心情很消气 他对自己的父母 儿女都很牵挂 任何时候都不会让这份感情弄丢 不管儿女有没有出息 父母是不是有存款 他都不介意 靠自己的劳动去赚钱 让大家过上幸福的生活 俗话说 下有一老如有一宝 有父母可以孝顺的人 是有福气的人 那些嫌弃父母的人 才是没有福气的人 人生幸福离不开心情 感情 金钱 因此 在这些方面比较小气的人 往往活得更加幸福 那些过分大度的人 把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都弄丢了 容易成为没有福气的人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聆听 期待您的留言和分享 佛禅每天为您推送新文章 希望您每天都有新感悟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感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